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白羊巴的頻道,我是白羊巴 今天就介紹中東Iman Mark 50的Luxury Version 好,這個就是今天的主角Iman Mark 50的包裝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大合,整個月餅盒 這個是Luxury Version來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普通版,我問了店員他都說不知道 但如果你的Iman粉絲都會選這個 因為他有很多不同的帽子 這個就是他玩具的實物 再加電腦效果數證成的封面 然後呢,到這裡 就是他的手,變成拳人的Iman 然後後面,例牌呢 就是正面的姿勢,背面的姿勢 那這裡呢,就是非常吸引 就是看到他有不同的帽子 有劍,盾,鯊魚炮,推進器等等 非常豐富 那這裡就是組裝了鯊魚炮的相片 而下面呢,拳人和推進器 那大家看到呢,都覺得很吸引 我想買上去,我也是因為這樣 然後旁邊呢,就是 那個Logo, Avengers Infinity War 那現在你就打開它 好,一打開之後呢,就看到了 大大隻主體就在這裡了 然後呢,有四把劍,一個盾 一個盾,鯊魚炮,和普通的背甲 那有兩份的,另一份呢,就是這個了 那呢,就有其他東西啦 就是這個,打開了的推進器 三對替換手,又是那些雜雜都有的這個Effect 然後呢,一個大盾,和一個底座的 那現在呢,就拿出一個主體出來 好,這隻主體就拿出來了 相信大家對這隻Iron Man Mark 50 非常之陌生 因為呢,它在電影裡面很多武器 不同變化,千變萬化,變化多端 那大家只是看它的武器呢 都已經很忙了 那而且對Vanons那時候呢 它很快被人打爆了這甲 所以大家對這個Iron Man的基本形態 是沒有什麼認識的 那而這個裝甲呢 叫做它第一個納米的裝甲 所以在造型上面呢 是非常之有肌肉感,很貼身 那現在設計上我覺得是參考了這個異形的 那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因為之後再看一些拍子就知道了 那現在由頭到腳看一次先 那就是由頭開始先 那頭呢,也都很忠於原子 好電影感 那也是一個新規的頭 因為之前Iron Man的頭呢 我覺得都是同一個模來的 沒有什麼變化 雖然它在原主裡面是有變化 然後到核心,核心也都做得很仔細 有些銀邊,也是透明件來的 然後到腹部,也都做得非常之有層次的 那這個淺藍色部分的地方呢 在電影裡面應該是發光的燈來的 那但是呢,它就不是啦 那但是我覺得它可以做得更加好處理 譬如這裡放一些... 放一些光油上去 或者是透明件會更加好的 但是我覺得是由光油呢 會比較可行 因為它沒有這麼多成本 然後到雙腳 雙腳也都很貼身 那感覺就好像聖斗士那樣的裝甲 非常貼身的 然後到後面啦 那後面呢 那後面呢有四個洞洞 為什麼呢? 因為是可以裝上背脊上去的 那現在先裝上去 對了,很簡單就裝上去啦 那這裡呢 有一點噴射機的設計啦 又有腰部啦 那很有層次的 還有屁股啦 然後到後面啦 還有小腿啦 那呢,肌肉感之外呢 亦都不膝加了一些機械感上去的 也是二合一啦 非常特別的一個設計來的 那現在呢 就看一下那些可動啦 那由它的頭開始先啦 那頭呢 那頭呢 向上向下啦 沒有問題啦 然後扭360度 都OK的 然後到腰部啦 腰部呢 也是以前一樣啦 拉伸關節 是拉長的 那向前啦 那向後啦 那那幅度呢 那幅度呢 也都OK的 那這裡下腰啦 下腰依然是不能轉動的 到下盤啦 也是拉伸關節啦 可以拉著腳出來的 那但是幅度呢 都不是說算很大 都是這樣而已 那而且前踢呢 也是很低啦 就是踢到那麼多 那這裡是頂住的 那非常之可惜啦 因為像是一些貼身啊 肌肉的素體 其實可動度應該很高的 也都可動性很高啦 那但是踢到這裡 就非常之可惜啦 然後向後踢啦 那也是啦 那個幅度很低的 那膝頭啦 膝頭呢 也都算OK啦 因為始終這裡 是藍位關節 不像之前那些 Ironman是機械裝甲 那膝頭啦 也都做得OK的 然後到腳腕啦 腳腕 可以這樣拎啦 那向前 向後 撥度不是很大 那也都是不能動的 那又到手啦 手啦 這裡有個裝甲啦 都是提起的時候呢 它是動動的 那也都有拉伸關節 可以把手拉出來的 那這樣 那可以方便你 來遇動啦 向前 向後 那也OK的 那這裡有個Cutting 那可以轉啦 那360度都OK的 然後呢 到手肘了 手肘的幅度呢 非常之高 差不多接近180度 那這裡真是一些 肌肉型的素體呢 應該做到的效果來的 那現在呢 就講一下不同的PASS先 那我預先裝備呢 就是這個拳頭的退換手啦 再加上這個肌肉的造型呢 非常之力量感的 一對張開的退換手啦 看上去呢 都幾支星球打戰裡面的3CPU的 那對發炮村東的手帳啦 那就只有這一對 就沒有準備手勢的 那現在就先裝上一些EFFECT PASS先 當然腳板也不例外啦 好那裝好之後呢 就可以重現回到飛行畫面啦 接著就拿著盾牌的退換手啦 現在就換上去盾牌先 那也都來到氣肉啦 因為Ironman Mark 50 是非常之多武器的 那我也都會一一介紹啦 那在看之前 希望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也都按下個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任何的資訊啦 那現在就裝上去盾牌先 那首先就是Ironman 圓盾啦 然後有一個Ironman 大盾 那在電影裡面呢 它都有一個透明狀態的 那你看到這個PASS都是透明的 可能之後呢都會出一個透明的盾的 那對手除了可以拿盾之外呢 也都可以拿這個激光劍的 那也都做得挺漂亮的 一隻納米拳刃啦 換上手腕就可以了 接著一把納米大刀 就要看換手臂啦 接著就到這把納米鯊魚跑啦 那名稱呢就是說明書所說的 就不是我作家 然後就到背面的推卷器啦 是非常之似異形的 現在就換上去 好 那個納米推卷器呢 裝上了 是不是很有異形的感覺呢 也都充滿生物感啦 那現在設計上面呢 也都很漂亮的 那造工也都很好啦 因為呢 很多位置都是貼著這個裝甲來做的 可以一體成型的感覺 都非常之不錯的 好 那你們中導Ironman 150 介紹完畢了 始終250元以上的定價 未必各個小朋友可以負擔得到 因為之前的Ironman 其實百多元已經有交易啦 市場亦都很龐大的 那在電影裡面有出現過的武器 有些是沒有在這個盒那裡的 可能之後會有一些補完的 PASS或者BOSS 給大家選購的 而之後那隻後繼機的Mark 85 其實在兩年前已經推出了 但是當時的造工和設計上面 沒有現在那麼漂亮 但是在坊間上面 都可以找到大約百多元左右的 那如果你說中導會不會再推出 一隻新的Mark 85 也都是可能的 那大家就釋放以待啦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也都覺得這條影片幫到大家 就為了留言讚好 還有訂閱我排完班頻道 希望影片見到你們啦 拜拜 拜拜